摘茄子喽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美杨子 今天跟我爸爸来收菜了 发现我们这个茄子结的太多了 我爸现在都很苦恼 刚才已经摘了一袋子一蛇皮袋装满了 第二个蛇皮袋也要装满了 但是茄子还有很多 还没剪完 因为毕竟我们是做散客生意 我们如果卖太多了之后 也会影响我们的销售 可能一天都卖不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太多了也不好 所以我爸现在好苦恼太多了 剪不完了 你看,还有好多了 我们这里大概是十笼地 一分七八厘的土地 三百棵茄子树 刚才我们只摘了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没摘 已经剪了应该有几百个茄子了 这些不剪了 放在这吧 有没有人来收啊 赶紧收走吧 看这个茄子这么直 又长又直 有没有人来收啊 我去做什么呢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些都还没摘 这些都还没摘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也没摘 这两块地都没怎么摘 看 有很多都被叶子挡住了 灌了好多 这个茄子在我们这卖三块钱一斤 结的太多了 看这个里面 现在还正式开始长的时候 还会有几波会长得更多 有没有朋友要来体验偷菜的感觉的 快来我家偷菜吧 今年结的茄子 把茄子树都快压断了 看这个茄子现在长得好茂密啊 如果我们早期不剪枝的话 它不会长得这么茂盛 结的三块 现在长得好茂密 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 因为剪枝它后期长不好 不会的 它会长得很好 现在已经摘了快两袋子了 只摘了这么三分之一 这里 这里随便摘了几克 我爸不打算再摘了 但是这个里面还有很多 吃饭喽 茄子 这个是第一批茄子 嗯 软软的 今天香妹杨子去摘茄子 真的是摘得太过瘾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你们的种菜朋友 香妹杨子 每天记录田间故事 聚焦三种内容 分享农村之美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